现在大家看到的是魅族16S芯片的点焦过程 术状管理所装的黑色物质就是点焦所用的焦水 点焦完成后,人工放入焦水固化箱 经过20分钟的固化,整个点焦过程就完成了 为了让大家看得更清楚焦水的颜色 我们请工程师演示一下人工点焦 焦水固化后,从外部几乎是看不出来焦水 现在我们用热风枪将这块一点焦芯片的焦水软化 将芯片表上掀开,看一下焦水的具体渗透情况 大家可以看一下,这款8023焦水在瓶中未使用的情况下为黑色 而固化后的焦水,所呈现出的颜色实际为半透明状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